大年初期开工日 元气满满的周深来啦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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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命运气的一个音乐人 并且经常会出现在我们各地电影节现场 不如你们看 没有你们看 那真还像了阿家 听听 哈哈哈哈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土年吉祥 哈哈哈哈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祝大家在库年 适事顺心 身体健康 开工大吉 我情光 谁看错 我迷远 心悲凉 千古河 我迷着 也比 谁最狂 时光乐会最新的一期节目如约而至 本期更是有更新的嘉宾前来捧场 南全妈妈 胡彦斌 胡彦斌 李九哲等 都是非常优秀的歌手 田正和周深因故缺席没有来到现场 不过周深的重要性对于节目来说也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周深也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参与了录制 因此周深也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参与了录制 通过视频的形式串联全场 活跃现场主持猜歌的游戏 足以可见周深的影响力 月光灑女子笑 泪断剑情多长 有多痛无自相 忘了你 孤单昏室 孤单昏宋风荡 谁举笑之情啊 这红尘的战场 千军万马有谁能沉默 过情光 过情光 谁看出 过情光 过迷月 心悲凉 千古鸿 多云光 可怜悲凉 尴尼 尾队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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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月 星悲凉 千古航 轮回长 夜闭 谁醉慌 哦 这是道德无常 注定敢爱的人一生 伤 终身演唱了一首非常中国风的歌曲 这也是胡彦斌歌曲中比较难唱的一首歌曲 月光是国漫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 百转千回 蜿蜒流长 曲折起伏 缠绵翡测 三个字十五个转音 周深完美演绎 柔情满满 她的音唱总是那么的美 刀光剑影下的儿女情长融化在了每一个音符里 转音丝滑柔顺 让人听得如痴如醉 想到她演唱的版本会独具特色 但是依然带来了满满的惊喜 周深演唱的月光给人最大的直观听感 就是美感和开阔感 既有秦时明月汉时的幽远苍凉 也有故国回望的斜阳残照 更有江湖路远的豪迈和红颜一笑的凄美 她的声音简直就是绝美的乐器融入情节 一开口就是部大片 一曲唱尽音符依然萦绕在耳旁 我唱的这首歌呢 应该算是在我的歌单里面 这是最难唱的歌之一 大大的惊喜 下一期时光业会周深的专场了 可以说是相当的期待 对于周深作庄 相信大家已经是期盼很久了 又到了人间小百灵释放魅力和激情的时刻了 周深的音乐时光应该是在未来 从给出的预告来看 第九期邀请的嘉宾实力普遍很强大 而且演唱的歌曲都非常的喜欢 时光音乐会的制作组还是很了解观众心态的 大家渴望看到优秀的歌手全史周深的作品 大家希望看到那些经典的歌曲可以轮番登台 节目组都安排上了 在看完预告后 毋庸置疑 下一期时光音乐会周深专场 会成为该档节目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一期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期节目的到来了 其实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但是对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周深 因为我平时都是在镜头外面看他 没想到在现场 他小小的身体有大大的能量 这个能量它是震撼的 它是有力量 我觉得他非常可爱 他能掌控这个时光音乐第二季的全局的节奏 最重要是他还是我的老花镜 因为我看不见的时候 深深你帮我看一看 所以他特别有爱 我爱他了 特别是还是我爸爸 也崇拜他 我爸爸是他忠实粉丝 每天给我打电话不问我 就问深深好点了吗 他累不累 一年来周深奔波在路上 舞台上 在综艺节目里 风里寒里忙忙碌碌 为的是给喜欢他的人 带来好听的歌曲和快乐的生活 正是他的出色表现 他一次又一次被央视邀请在重量级的舞台和现场 一展歌喉现场歌曲 他也被邀请为电影和电视剧演唱主题曲 他的影响力是你想不到的 他创造着2022年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周深能走到今天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一个普通的喜欢唱歌 坚持唱歌 热爱唱歌的男孩 多年来依靠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的做好自己 踏踏实实的稳定发展 留给观众的是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舞台 和一首又一首好听的歌曲 他做到了对得起观众 他曾说过 我一直很在意舞台上的每一个表演 不论下面有没有人 是为了我来的 我都希望自己能够给他们一次完美的演唱 他做到了尊重观众 敬畏舞台 他爱粉丝 粉丝爱他 支持他 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是你想象不到的 他让这个世界 因为有爱而光亮